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为解决暑假期间博中校孩童可能会面临无法正常用餐的情况,台南市社会局与青鹿集团合作推出幸福餐食计划,并于今天发放4万余份餐券,共约1100名国中小学子受惠,让经济弱势家庭的儿少在暑假也能正常用餐。 社会局势,这次共发放4万2500余张幸福餐食券,其经费是运用公益彩券盈余经费印制,为了幸福餐食券更具便利性,南市特别与三大超商合作,包含统一超商,全家便利商店及来来,OK,超商,让孩子可在住家最近的超商门市兑换餐食。 社会局长刘书惠表示,餐食券每张面额60元,每张餐食券还提供了10%的加值服务,让孩子们每餐可以兑换66元食品。 他说,南市社会局从105年起结合青鹿集团办理爱新餐食补给战计划,除了在韩,暑假期间发放餐食券,让白天无法再加持到稳定餐食的孩子们可就近前往指定超商兑换便当,面包,饭团,三明治,水果,沙拉,包子,牛奶,羊奶,豆浆,米浆类等舱点外, 社会局或民间社服社工也会定期关怀方式,了解而少用餐情形与生活状况。 社会局提醒领导餐券的孩童务必于暑期兑换期限内前往对领,并感谢青鹿集团等企业持续捐助资源,让经济弱势而少。 在暑假期间也不至于饿肚子。